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今天礼拜一看起来盘是应该是要跌十几点作收 因为最后一盘是压这个台积电 但是各位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一开盘是跌几点 跌53点 各位今天的盘是从上礼拜二 开始今天算是第三天的确认的一个底部 也就是说现阶段大军 包括很多法人的一个心态 会转为很积极 各位那散户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陷在煎熬里面 各位 这个盘是已经活跃起来 你知道吗 解除散户酒注箱的煎熬 你要不要解除我问你 各位 这是最终战役 你不要期望国际股市 你也不要期望美中贸易战 有什么和缓的迹象 那不可能出现了 你都要正面面对了 各位最终战役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来做产业选股 你只有这唯一选项 因为蔡老师跟你讲的 不管盘好盘不好 我们都是专业操盘 正面迎战 没有再扯一大堆理由的 各位盘不好盘不好也会有迹象 也会让你来事先卖 事先获利入带 我等一下给你看证据不就好了吗 各位 所以说这个盘就是在于 你有赚钱的战略 再加上盘中 多空变化的战术 这合起来就是专业能力 老天爷一定会把 好运气 让你发大财的好运气 放在你旁边 你两个加起来 三个加起来 就是能够无往不利 各位盘是 上礼拜二8月6号 我跟你讲一滴层接盘 大盘 大盘重跌 243点 各位是不是 一滴层接盘 拉到变成跌28点 各位你看看 这是当时的讯息 上礼拜二 一滴层接盘 开盘最低点 好来 然后我当时 盘后也就是现在一点半的时间 跟你讲已经跌六天了 跌掉一架 波音747点 跌了747点 台股大概蒸发了一兆市值 没有再跌波音747那么便宜的事 都超过好几十倍 好几百倍 各位 然后一滴层接盘出现 上礼拜三开始反弹 各位对不对 反弹之后 我跟你讲 有效止跌要先观察三天 各位是不是 好来 然后呢 当时我跟你说 央行出手了 央行控制住了 是不是 8月6号 有扁 转为升值 所以代表控制住了 其实这个叫做 汇率操纵国 我上礼拜 是不是跟你讲说 我们台湾有四次 被美国纳入汇率操纵国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 台湾是不是国家 也不用争了 你美国当初就已经纳入 汇率操纵国 早就承认台湾是国家 难道不是吗 不然叫做汇率操纵地区 各位 不是嘛 各位 所以你看 8月8号礼拜四 对不对 大盘 三高追价 是不是 我说台股加油 第二天了 今天 来 再出现一滴层接盘 尾盘 跌22点 好来 管它跌几点 反正三天已经过了 当时我跟你讲 手10244 10277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三天已经过了 大盘要继续的往上直攻 所以说你说这个盘式好不好玩 当然好玩 来 各位 你能够在盘式危急之前 先把股票卖掉 然后盘式急杀之后 逢低减便宜 那不是每天都很好玩吗 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再跟你强调重点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各位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 桑莫斯讲 美国跟世界经济 处于金融危机 我说没好玩 桑莫斯说 这个川普是有问题的 因为全球受到受虐式的 一个什么 跟愚蠢的贸易冲突 他讲了这一大堆 他说后面 美国自食恶果 美国功能会变更穷 美国的企业 互利能力将会减弱 美国经济也会进一步恶化 这我都不管 我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个高盛 高盛说 他已经不期望 美国跟中国 这两个经济体 会在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前 就是明年11月份 达成贸易协定 所以他调降 美国第四季 经济成长 所以美国也不好 台湾呢 台湾呢 台湾MSCI金管会讲 金管会政旗局讲 预估MSCI 调降资金将会流出台币 345亿 各位是不是 哪有好 也没好啊 这样没办 股票 说老师 股票 又继续下去 你看看股市涨到了1万点 融资有再回温到1500吗 有回收到2000亿吗 通都没有 所以说这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散户啊 一步一步的都被这个市场淘汰 你后面啊 美丽的一个太阳啊 可能啊 你只有之前看夕阳而已 你不可能看到啊 蓄日冬初的一个太阳 所以说这个盘是 就是危机伺服之下 你看一些产业的个股 就我给你提出的观念嘛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都一直在创新高 所以我希望这个大盘 最好每个人都看坏 然后我们的股票一直涨不停 一直钱都不会过热你知道吗 因为散户不会 不会抓公去买股票嘛 所以我们钱就一直赚 那大盘就没有风险 所以我们就一路赚 赚到啊 明年的1月11号选完之后 再来等啊 美国总统的一个 明年11月一直赚 所以我跟各位讲 看得懂得急探没料 看不懂得一天到晚啊 在啊 假装忧国忧民啊 你在烦恼川普 是不是正常人有用吗 各位 每个人还不是要经历过他的一个什么 受虐 各位同样的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农历7月份 希望各位都要诸事平安 台湾股市 有蔡老师在那边帮各位守护 我来保护你 但是你个人的一个什么居家安全啊 你要自己注意 股市的安全交给蔡老师就好 因为蔡老师啊 跟你强调的绝对不会是投机 我说啊投资股票要如何走运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会有第二个选项 你只有下功夫啊 你如果连功夫都不下的话 各位 那你凭什么赚钱啊 等大盘涨2000点 然后让你去新店买那棒啊 各位 让你当天赚涨停 然后隔天开始14天跌停啊 各位你要不要这样 股市没有第二个啊 投机致富的路啊 只有第一条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来各位 台积电 我当时就跟你讲 台积电不只要救台湾 要救全世界半导体 现阶段半导体已经有出现了 触底翻扬的讯号了 因为已经来到了八月份了嘛 今年度就讲好第三季半导体要回升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台积电 当时蔡老师在这一波的沙盘 我是不是就跟你讲 台积电适合买啦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8月6号 配合会市的一个什么 油扁转升 你看 当天啊 急涨了8块 一直在涨哦 各位 涨到什么 涨到今天 你说今天大盘跌22点又怎样 台积电还不是创新高 各位啊 创新高可不可以稍微的回落 可以吧 从240块来到254.5 全市场没有人在叫台积电 只有蔡老师是叫进台积电了 蔡老师都做比较笨的事 但是都让我的学院朋友发大财 因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各位 来 大力光也一样 大力光啊 没有我的指示 不要自己啊 跳下去啊 要的就是这样 能够赚 现阶段有讯号 我会带领你 全市场大概只有200个散户 有这个实力买大力光啊 各位 红海 这是我看的比较重的一点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选总统的事啊 股价率先表态 我看了一看 FIA 今天的五盘还是12.55而已 所以说这个啊 如果说选总统要真的涨的话 也是股民之福啦 但是我认为法人不会买 因为蔡老师的观点就是法人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说过 真金不怕火炼嘛 你看看 我跟你讲的啊 3324的散热模组 各位是不是 双红 来 145.5 那时候7月9号 是不是 7月9号礼拜二 大跌嘛 我跟你讲双红 怎么在一起 各位啊 你不要啊 今天涨到200 今天涨到200.5 我说高不可测啊 为什么 人家是真的有营收嘛 各位 你看智邦 从上礼拜一 台股在大跌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他出来讯号啦 各位 智邦当时的白牌交换机 我当时就跟你讲恩变啊 我们营救产业的都很清楚 这些个股的故事 各位 是不是 结果智邦从131 涨到多少 各位今天是不是也创新高155 各位 今天来到155 智邦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来各位 我再跟你讲 铜箔基板的 连帽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看 今天呢 有没有创新高 142.5 8月12号再创新高 见顶 各位 上礼拜几 各位 上礼拜三 8月7号 我们一买就赚了 各位 你看看 千军万马来相见 我就跟你讲 宣号在这里 这个外资已经在偷买 后面一定要丢报告 外资都这样 他买的时候不会跟你讲 你要自己去抓 各位 你要自己去研究 所以往往你看到很多的一个讯息 通通人家都已经赚了很多 随时要卖 去坑杀散户 所以你一天到晚都想说 股市会不会发财 股市当然可以发财 但是你要用心 用你的时间去投入 你要自己去研究 你如果自己都没有研究 股市怎么发财 股市就是要坑杀 像你这样的一个散户 一天到晚做发财梦 然后又没有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见顶 上礼拜四 台风价钱 最后个交易日 就大涨了 各位 今天见顶 你看 106.5 还不止这样 各位 你知不知道 见顶出了什么事 他发布了上半年EPS赚了4.5 领先所有PCB的族群 见顶 而且重点在于 华为禁令要生效 要扩大拉货潮 收费的是什么 大力光产的满载 台积电 见顶跟文貌 各位是不是 所有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趋吉避凶 你要趋吉 你也要避凶 蔡老师有没有教你避凶 你看 2 30万的股民 你要感谢蔡老师 你看南韩热金的是 大跌面板要跌 你看 那时候有达8.96 我就跟你讲 要跌了 你都不相信 你还在跟我讲说 禁止那么高 为什么会跌 我就一下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你说9乘于981 你知道问题是 我们有时候是 开更号乘于10 各位 有时候 成绩很烂 要拉整个班的平均 要开更号乘于10 各位 所以我怎么跟你讲 要开更号 我也觉得很为难 各位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有达今天是不是又破底 7.46 今年12.75 你不避这些凶 你怎么能够趋吉 各位 7月24号群创 7.54 这一波打到多少 快破6块 6.06 可不可怜 各位 日本JDI面板 创了史上最大的损失 所以你要不要趋吉避凶 各位 战胜恐惧的秘诀在哪里 蔡老师跟你讲只有八个字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你不要去看一大堆盘后节目 再跟你先设飞标再画吧 自己讲技术面多厉害 技术面都是落后指标 你要研究产业产业产业 你没办法研究 来蔡老师这边 蔡老师帮你读书读书读书 我帮你研究会长的产业 会长的一个产业 让你提前去布局 然后让法人来帮你抬教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也是为什么蔡老师 每周二五期金钱报 明天又礼拜二了 我跟你讲的东西 我不是给你公开印证吗 是不是都讲在前面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 品封大中瓦赖生活圈 明天的东西跟你讲 电子新产品陆续上市 发表的相关个股商机探讨 AMD为什么 上礼拜五 也就是美国时间 礼拜四会创新高 单日大涨16% 你好好的去想一想 找最专业的团队 来帮你增幅台股 这礼拜会长的股票 蔡老师都帮你准备好了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产业选股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晚会来我们继续请蔡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言行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感谢明乐 各位观察三天了 台股没破底了 今天小跌22点 所以大军已经开始启动了 什么叫大军启动 这盘是活蹦乱跳 活跃的程度 可能会超越你的想象 所以我希望这个大盘最好都不要创新高 每天就是涨10点 然后跌10点这样 然后股票赚不完 各位这是最高境界 那后面控盘手会不会这样 我不知道 因为总是会有按捺不住的时候 会喷出的时候 对不对 或者是说怎样 这个国际股市突然之间 利空又很多 所以说会大跌的时刻 但是这些产业股 不会受到这些 阶段性的影响 顶多一天反应而已 再来就要回归它的一个常态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些东西 你如果都不了解的话 你又要做发财梦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散户的痛苦在于 散户产生的愿望跟能力不相称 你想要在股市里面赚大钱 这个愿望 跟你有没有赚大钱的能力 你没有等号 你就等于是吃人说梦 你想说 这简单 这秤菜去抵 1700多人 你秤菜去抵 你能抵下去 我告诉你说 那还不好笑 最近放空的被咬 那才好笑 放空的没几期 还被硬咬上去 所以我跟各位讲 蔡老师不是说不做空 只不过现阶段做多的 真的是太好赚了 怎么会有观念去想要去做空呢 各位 我又觉得很奇怪 全世界都跌成这样 消息都差成这样 台湾股市也没得到 各位 是不是 产业悬股 获利必然 各位 要掌握每天有九炷箱 一炷箱三十分钟 有两百七十分钟赚钱的量机 四个半小时 这个就是积极的人生观 就是蔡老师 带领学院朋友的一个什么 一个方向 我们每天都有赚钱的讯息 所以这个最终战役 我希望各位 你不要再迟疑了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 你玩不赢大盘的 你也玩不赢主力 你更玩不赢法人 那你什么都玩不赢的话 你怎么有办法赚钱 懂了没 你要比主力更专业 你要比法人更专业 你要比大盘更前瞻 你只要具备这样的战略家战术 尽管玩 盘式怎么会 折腾到你 不可能折腾到你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各位 你要不要念一遍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产业才是关键 谁要选总统 或者谁不选总统 或者谁啊 做了什么亏心事 没做什么亏心事 统统不重要 这间公司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愿景 就是这个产业 唯有希望 唯有愿景 法人才会去买 所以你如果 像蔡老师一样探讨好了 我就带领我的全球学员朋友 赶快先上教 因为后面法人会抬教 抬教 抬教 然后我们再占法人便宜 吃法人豆腐 卖给法人 有进 有退 有买 有卖 这才是完美的交易 各位你知不知道 不是说买股票 你有钱当然可以买股票 怎么卖 各位 卖才是师傅 各位 今天金居为什么涨停 开盘开多少 35.45 收盘收38.1 我相信我的学员朋友都会举起大拇指 因为蔡老师在8点半就发给你们了 各位 蔡老师选定的一个什么 一个方向跟内容 故事才是关键 各位 你今天去探讨金居涨停板是没意思的 它为什么会涨停 各位 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明天记得收看 各位 来 GIS今天为什么平盘这边整理之后会大担往上拉 各位 为什么 我知道GIS套牢很多人 很多技术面的大师 GIS大概都踢到铜墙跌壁 看不见 只有蔡老师看得懂 现阶段有讯号 包括7月份营收 月增跟年增 包括整体的一个什么 一个内容 蔡老师也在那边跟你讲 卖一下玄虚 故事才是关键 你想不想深入了解 你想不想提前布局 各位 蔡老师跟你讲的 你看看 今年6月11号 跟你讲的两档 游戏类股 一星象 二传奇 今天同步创新高 来各位 星象 从279 涨到今天 各位 好像快400了 今天多少 今天8月12号 395了 快400了 4994的传奇 好像听说尾盘大了 我们打一下4994的一个传奇 让大家看一下 来各位 你看看 像这些个股 你说 4994的传奇 打出日K线 让大家看一下 打出日K线 谢谢 105 对日K线 107 对对 我记得107 来各位 你看看 你看看这些好股票 都逃不出蔡老师的法眼 而且都公开给你验证 各位是不是 然后你看看 还有没有 有啊 你看看 TWS是什么 6月25号讲的 泰塑 是不是 泰塑上礼拜 是拉涨停 各位今天 有没有再创新高 各位 这个题材 如果法人不认同 你去买会涨吗 我说泰塑抢到了 三星 Note10的订单 超纵跟双红 要分出这一个什么 这一块饼 被泰塑咬一口了 各位知不知道 包括中探针 6217 你看看 这全市场也没人讲 这只有蔡老师讲 而且我讲的都是 有依据的 不是我自己在那边 空口说白话 或者只是给你 印技术面跟你讲 你看你看这涨停板 很多节目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持续能够创高 代表法人会认同 法人纵使不认同 公司派大股东也认同 主力就不讲了 因为蔡老师讨厌主力 各位是不是 5871的中株也一样 金融股几乎现阶段 最好的就是他 各位 上礼拜五原先要法说会 结果台风来了吗 董事长很着急 看看演到什么时候 就是这样 各位是不是 你看 第48集7月2号跟你讲什么 手机多角化经营 讲了什么个股 金元电 这会很贵吗 不会吧 你说蔡老师都说两三百块 这二十几块你怎么没说 怎么没说 有没有 有没有赚到金元电 各位 金元电随时一根长虹 又再创新高了 从当时28块7月2号 你看不仅填席 7月份营收还都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营收也是成长了19% 将近20%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说 有没有好好的去研究 才是你赚钱的原因 不是一天到晚等行情好 等行情好 搞不好我就要股票卖给你 因为蔡老师都是 整个大盘的一个前瞻 我们站在这个山头上 看两只老虎在火凶嘎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核心也一样 十几块的你敢买吧 13.5元的一个现增7万张 公司派要加加油 各位是不是 16块4 是不是全市场经验 各位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太多太多的东西 跟成绩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了解 进退有据 我也希望你跟对人 走对路 做对事 蔡老师邀请你 来我这边做产业选股 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怎么赚大钱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产业股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赚不停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感谢来宾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中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 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by bwd6